不管你是不是一股腦的送医到防疫旅馆 然后我们的防疫旅馆 不是为了防疫而建制啊 不是啊 现在政府补贴他钱 但这个钱呢 只够他们去付他们的员工费管理费而已 他可能帮你整个空调系统重建 整个什么窗帘 什么符合卫生标准 符合防疫标准吗 不可能嘛 他就是一个观光设施 硬要把观光设施搞成一个防疫设备 本身是一个有大问题的 所以到此刻为止 已经2022年了 你知道吗 我想这个所有不管从大陆从哪里回来的 侨民都会觉得 天哪台湾脱衣筛检 要等到两天才知道结果 有没有在飞行途中 我想知道我有没有中 那到台湾你给我脱衣筛检好棒 什么时候知道答案 你先去防疫旅馆等 两天之后我再通知你 台湾会不会太落后了 另外一个我问一下大清好了 这个全世界视为高风险国家 香港现在已经确定8号凌晨开始 美国英国等等 八个高风险国家的客机进入 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做法 我们台湾也许不用全面的锁国 但是请教一下 现在是这个7加7对不对 那是不是对于像美国确实高风险 我们看到现在海外回来的 境外移入的 大概一半以上全部都是美国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 过年大家都回来 他们疫情很严重 台湾境外移入Omicron 美国占六成以上 美国单日破百万例 95%以上都是Omicron的一个病毒 所以美国回来的 我们没有要歧视人家 绝对没有 都是我们的同胞 但就是个科学问题 美国回来你是不是有个特殊通道 或者是说 筛检的速度可不可以快一点 或者是说呢 他们的隔离期是不是要长一点 这些是符合科学的为什么不做 的确而且除了美国之外 欧洲现在的情况也很严重 所以其实像这些特别严重的地区 回到了台湾 我们现在采取的7加7的政策 相对来说防御能力是薄弱了很多 因为比起14加0差很多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境外移入的案例 它都是在第五天第六天 在检测的过程当中才被检测出来的 大家想一想它到第五天了 它差一点就要离开了 就要回家了 然后它被检测出来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案例 它拖到了7天之后再发生 而它已经把Omicron带进了社区 带回了家里 所以我倒认为说 你如果现在防疫旅馆的数量真的不够 你没有办法回复到这个更长的隔离期 至少针对特定地区入境之后的后7天 那么可能要用更高规格的这个相关的防疫措施 譬如说你要给它一些这个了解 就地方的里长也好 或者是这些地方的民意调 你要让他们有这个资讯 说哪些人哪几户 它是从美国回来的 它是从欧洲回来的 那这个你可能要特别关心 我觉得陈时中的回答也很有意思 把全世界都视为高风险国家 这样美国就就讲到没有 等于没讲嘛 你不觉得吗 这等于完全没有讲 滚动式的调整有滚动吗 没有在滚啊 但是很显然的 民进党不敢得罪的国家 就是美国跟欧洲这些西方国家 包含日本 这个民进党绝对不敢得罪的 连莱猪不进口 他都怕美国人生气了 他怎么可能敢把美国标示出来 所以我觉得当你说标示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 这个国家的反弹 但是至少 我觉得至少 你要提供给地方政府一些更多的讯息 让他们在做后期天的这个 这个居家自主隔离的 这个相关的管理的过程当中 他至少能够知道哪一些是重点 然后特别的注意 不要让这些人违反了 应该有的一些规定 而且同时 因为他现在的要求是一人一事 到底这些人有没有做到一人一事 谁告诉我他做到了 政府有没有派人去查 有没有登门去了解一下 没有 其实完全没有 这完全就是靠自我要求 跟自我克制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 如果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用7加7 去度过春节假期这段期间 那么事实上 针对这些特定的高风险地区 回来的这些我们的侨胞 我们的国民 恐怕地方政府 或者是相关人士 要得到这个指挥中心更多的资讯 然后来针对他们 有没有进行真正的一家一事的 这个一人一户的一事的隔离 要进行一些复查的动作 那么哪怕你是抽查都可以 但至少可以避免 让大家心存侥幸 而做出了一些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 其实像这个王仁贤理事长 他就说 以现在的这个防疫旅馆 因为每次破都破的防疫旅馆 群聚好多个 他说防疫旅馆 在他来看就是个毒窟 因为防疫旅馆的当初 不是为了防疫而建制的 所以他里面很多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清销 清销床单 地板 浴室 帮你洗干净 窗帘呢 你知道王仁贤理事长说 在这个医院里面 他们的隔离绝对不会有窗帘 窗帘是个高风险 因为病毒非常非常容易沾附 而且非常难以清理 那你想想看 有可能就是说 每次换一个客人 我窗帘都给你拆下来洗 不可能 所以再怎么清销 为什么一直破在防疫旅馆 防疫旅馆一直会群聚感染 因为指挥中心的想法就是 我管你是不是 两天之后才出来 全部丢到防疫旅馆 所以现在回来去防疫旅馆 可能没事关到有事 我本来是OK的 我最后是不是在防疫旅馆中种的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Omicron这个出来 其实今天这个节目 秀芳你刚才在讲这个题目 开场的时候 你讲了一段很有价值的话 就是Omicron这件事情 第一个全世界都那么严重 特别是现在春节返乡 从欧美回来的人 那么多的时候 台湾可能思路 就要像欧美国家一样 不能再追求清零了 你不但不能追求清零呢 你也必须要有几个 指引措施说 你如果症状不严重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要去医院 现在美国他们就是这样处理 你症状不严重 他就把它当成正常感冒 那他们现在的说法跟宣传 都是说他就是比正常感冒难过一点 可是你能撑过去你就撑过去 因为如果大家都很恐慌 然后我们通通都挤去医院 然后我们通通都用 你刚才讲的 还用Alpha病毒出来的时候 那种说不得了 这个人是新冠病毒 全部给你搞负压 那保证一下子 我们的整个医院体系就瘫痪了吗 但是我问一下你们 你们知道现在的防疫指引是什么吗 没有现在的指引就是他都没有变动 所以Omicron当然你说这几位 这八个案例 我觉得这个八个案例 目前看起来年龄比较大 我们看这八位长辈 他们会不会变重症 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因为通常国际间的数字 也告诉大家 Omicron感觉上变重症的几率 比较不高 当然也跟大家大概都有一点点 疫苗覆盖保护是有关系的 他是比感冒严重一点点 但假设Omicron 他就是一个大型流感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我们就要开始思考 所以我说防疫政策很重要 我们是要像英美这样 就群体免疫了 英美大概今年三月五月 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之后 他们要开放了 开放国门 那请问你台湾呢 所以大陆就是追求清零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要走清零路线 还是要走群体免疫路线 这个我在这时候整个防疫 这个我在讲一下 你看民进党政府多么矛盾 他在各种事情上 他都反中 可是偏偏在这个疫情 这个问题上呢 他是完全追跟着中国大陆的处理 亦步亦去的在走 所以就是中共同路人啊 对 为什么呢 其实中国大陆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清零 我认为他们就是耗面子 他就是为了他的 他要力保他的冬季奥运不出事 因为他现在政治上 他冬季奥运 他已经被很多国家在抵制 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在疫情在出事 那大陆是有面子问题 台湾又没有面子问题 而且你民进党政府 又跟他关系搞那么坏 你干嘛要学他的策略呢 你这个时候刚才有讲 说你现在如果单独把美国 弄成高风险国家 你就得罪美国 可是事实上 这也跟你清零策略有关嘛 因为你要百分之百清零 所以你才会去计较这个事 你如果真的像陈时中讲 那全世界都很危险 那你就真的告诉我们怎么办 因为我认为这次的春节 真的很危险 真的没办法 但是Omicron呢 你很容易感染到 可是你很可能 不会发展成重症 而且欧美数字都出来了 他感染人数那么那么高 可是他死亡率都没有增加 所以你现在如果没有处理好 我们的那个政策再不改 真的很多医生 因为我最近身体比较差 我经常去医院看门诊 好多医生都在烦恼 他们很怕会瘫痪医疗系统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并不是这个病毒重症 或者是致死率很高 原因是因为我们台湾 没有因应调整的政策 所以会使得医护人员的负担 各方面全部加重 对啊 所以现在验出来之后 是要性负压隔离病房吗 现在是八个 但是以Omicron的这个 散播速度来讲 你如果防疫指引不再改的话 那一下子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一样负压病房 又会回到当时没有病房的一个情况 所以介大使 我觉得最后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们第一张讲的是外交上 外交上不断的碰壁 不断的遭到的一些挫折 然后主帅外交谁负责 总统负责嘛 外交两岸对不对 然后吴钊燮呢 两个人都不讲话 当总统都说没有请辞问题 都不在乎的时候 吴钊燮怎么会在乎呢 那吴钊燮不在乎的话 请问下面的外交官 还有其他的这个公务人员 为什么要在乎呢 老板都不在乎 我为什么要在乎 那这个也是一样啊 破口破在这里 如果你的防疫政策到底要不要改 所以我的意思说 不管陈时中也好 不管是这个蔡英文也好 他们是制定政策的人 火车要怎么开 你给我们一个方向 但现在就是没有方向啊 对吧 好 词